根据设在这个英国剑桥大学里头的实验室分析发现 女性脑部的这个温度呢 比男性的脑温高了摄氏0.4度 温度上的差异会到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一起来看这个研究报告的详细内容 据报道 英国政府医学研究委员会设在剑桥大学的研究机构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招募40名接受实验的志愿者 年龄介于20至40岁 于早中晚三个时段接受脑部扫描 结果显示 女性大脑温度比男性高了0.4摄氏度 研究人员认为 此差异很可能是月经周期造成 因为大多数女性在排卵后接受扫描 她们大脑温度也比在排卵前接受扫描的女性高了约0.4摄氏度 同时 女性的大脑温度也比较可能达到40摄氏度 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期刊 大脑神经病学杂志 这个首个制造出健康大脑温度4D图像的团队发现 脑部的平均温度比原想象的38.5摄氏度还要高 人体口腔温度通常低于37摄氏度 但更深层次的大脑结构通常温度高于40摄氏度 迄今观测到的大脑最高温度为40.9摄氏度 而一般来说大脑在夜间的温度较低 白天的温度较高 研究人员指出大脑温度较高是功能健康的象征 而扫描也发现20岁受试支援者的大脑温度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 最显著是在脑部深层区域平均增加0.6摄氏度 专家人员指出大脑的冷却能力可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 专家指出过去曾在脑损伤患者测量到如此高的温度 但一直认为是脑损造成 此次研究结果让其团队有理由相信 这种每日变化与长期的大脑健康有关 该团队将进一步研究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